2004年10月4号 家住南陵县吉山镇的万某啊 发现开出租车的丈夫刘敏 一晚上都没回家 因为刘敏这一天呢 他不是打算开整宿夜车的 即使回来晚点可能 但说不回来 那不太可能 并且那个年代 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新闻 哪个哪个出租车司机 就让谁谁谁给害了 所以万某呢 就开始紧张了 转过天来 5号下午5点左右 他接到丈夫手机 给他发过来的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想要你丈夫吗 和我联系 电话号码是多少多少 万某呢 立刻就拨打丈夫的手机 可是一接通啊 对方响的声音是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哎呦 坏事了 看来丈夫是真被人绑架了 万某毫不犹豫的来到南陵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报了案 南陵警方的高度重视 立刻成立了专案组 对刘敏失踪前24小时的活动 做了详细的调查 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既然绑匪要钱 肯定还得和刘敏家人联系 着急的等了那么两天 绑匪那边呢 没动静了 万某啊 这时候突然回忆起一个细节 他说 刘敏跑出租的这辆桑塔纳轿车刚买不久 所以轻易不跑长途 9月27号晚上19点左右 有个皮肤比较黑的男青年来租刘敏的车 说是到江苏高纯去讨债 不用进城去了就回来 车钱呢 给的还挺多 万某不放心 坚持要和刘敏一块去 那个人呢 还挺不乐意 但是也没什么拒绝的理由啊 车到高纯之后 这男青年有时候不去讨债了 三个人一起又返回南陵 男青年呢 以下回还要用车为理由 就留下了刘敏的电话 这回租车经历 咱们现在来看疑点很多呀 花那么多钱 说起要债到了之后 你车钱都付了 你债不要了 就来回晃有这么一圈 你这是图什么呀 经过调查呀 警方发现 这个人呢 和当图县一个叫孙和平的赌徒来往密切 进一步的调查 让警方大吃一惊 这孙和平和潮湖市2001年周济三失踪案 当图县魏人海尼昌华失踪案都有关联 南陵警方立刻将案情上报 引起了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 认为呀 这很有可能是一起系列杀人案件 要求涉案地公安机关立即开展刑侦工作 由公安厅刑警总队具体协调指挥 接到省厅的通报 马鞍山 潮湖 五湖 三市的刑侦部门立刻高速的运转起来 当然这是当年了啊 现在潮湖市已经没有了 警方在一堆档案材料里呢 找到了孙和平的资料 孙和平男1969年生 汉族小学文化 当图县官马人 1980年小学毕业之后 当过瓦工 卖过猪肉 杀过牛 2001年开始混迹赌场 靠出老千赚钱 最高峰的时候啊 曾经赢得过200万的家业 那个年代了不得呀 百万富翁啊 出手阔车 会开车 身边呢 还总有那么几个小弟 跟随着 那就几个小跟班 甭管是在当图 还是在马鞍山 都属于那种能混得开的人 孙和平年纪不大 可是赌灵不短了 十岁左右啊 他就跟他妈妈学会了摸纸牌了 因为他妈妈呢 也好赌 初一辍学之后啊 除了干农活 业余的爱好呢 就是赌钱 一年365天 很少说哪个晚上 我回家早点休息 早点睡觉吧 没有 天天赌博 要不说言传身教 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啊 一家三口人 俩人好赌 孙和平的父亲呢 气得都不行不行的了 为这事 没少打过老婆孩子 可管不住啊 他这是瘾呢 孙和平19岁 那年秋天的下午 孙和平的父亲呢 还在家里呢 结果呢 有一波来要赌债的人 把他的父亲就羞辱了一番 孙和平的父亲气性也真大 一气之下 喝了农药了 当时呢 孙和平啊 还痛下决心 以后 我绝对不再赌了 可这有赌瘾的人 下半天决心是不管用的 又过了不到一年 他没抵挡住诱惑 我又回到了牌桌之前 这期间呢 他把一起在赌场混的 跟他年龄差不多的邻居 王继孝 魏仁海 拉在一块 后来在赌场上 又认识了潮湖的赌博高手 叫周济三 当时安徽这些赌场啊 赌博项目除了麻将之外啊 主要就是打扑克牌 跑得快 不知道大伙会不会玩啊 大致呢 就是一副牌啊 一共是54张嘛 大伙都知道 赌博的时候呢 去掉大小鬼 三张二和一张A 两到四个人都可以来参与这个项目 本来打这牌呢 主要就靠运气 说谁抽到的牌好 谁就能赢 所以输赢几率差不多 你不可能一直点好 你也不可能一直点背啊 但是孙和平在看场子的时候就发现潮湖人周济三怎么只赢不输呢 这不正常啊 而且只喝钱多的人赌 一个晚上不动声色就能赚好些个钱 孙和平一开始啊是佩服的 后来呢就讨好周济三 只要周济三到赌场了 孙和平后边是端茶倒水 大歌长大歌短的 在那叫着 时间一长 周济三呢 就跟孙和平熟悉起来了 只要他到当途都得喊上孙和平 熟了之后啊 孙和平才知道 周济三他不是运气好 是有一手偷换牌的绝技 这就是出老千呢 2001年5月15号 孙和平把偷牌高手周济三 就请到了当途县城 好吃好喝的 伺候的 诚心诚意的拜师学艺 为人海呢 带着他们事先准备好的 7500块钱现金 和这个周济三赌钱 孙和平和王继孝 站在周济三背后看着 学习他的偷牌术 俩人一直赌到第二天 为人海带来的7500啊 差不多就输光了 孙和平和王继孝呢 认为已经学会了周济三的这个 拖牌术了 留下周济三对他们今后发展不利啊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师傅啊 传授技能的时候 教徒弟的时候得留一数 要不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吗 人不老话说的吗 他们就琢磨着 这周济三要还是在这赌场上混 我们这一手绝活使不出去啊 他还是老大呀 不行 得除了他 当天晚上9点左右 借着附近火车路过的时候 那巨大的声响的掩护 仨人合伙 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 把周济三就勒死了 为了避免被警方察觉 孙和平是亲自操刀分尸 他原来杀牛啊 也卖过肉啊 他这趟子活 这是拿手的呀 趁着夜幕 把尸块就扔进长江里了 接到报案的潮湖警方 立刻就对嫌疑最大的孙和平 进行了调查 并且把他刑事拘留了 但咱们之前节目一再的说 你光有口供不行 光有怀疑不行 你得有证据 你得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一直就没找到周济三的尸体 也没找到其他的直接证据 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将他取保候审 正在警方紧锣密鼓的 对孙和平一会展开调查的时候 当图现呢 又接连发生了两起命案 2004年10月23号上午 当地的一个农民 在丹阳镇山河里边 发现两只人手和一条人腿 警方经过大量走访调查 确认死者是孤熟镇 黄敦村的王继孝 死亡时间是一周之前 没过几天 10月26号 已经失踪了三天的 扎湾矿石经销公司经理 兼乡镇企业管理办公室 副主任朱玉珍的尸体 在当图现护河镇万山山里边被发现了 朱玉珍呢 是被人勒死的 胸口还有一处刀伤 很显然这又是一起恶性杀人案件 通过前期走访调查 专案民警发现 两起命案的受害人都和孙和平 有着直接关系 王继孝呢 咱们刚才也提过 他就是一个以赌博为生的社会闲杂人员 没点正事 据王继孝老婆杨某叙述啊 说因为躲这个赌债 10月3号下午 王继孝在家里 被他的好朋友孙和平 和外号黑皮的陈兆春开车接走了 后来呢 隐藏在丹阳宁阳旅社 和当图县丹阳镇一个出租私房里边 王继孝所住的旅社 以及出租房呢 都是孙和平安排的 在这期间 杨某还到这个出租屋里啊 住了几天的 得见见自个丈夫啊 10月16号下午5点40分左右 王继孝给杨某打过电话之后 俩人就失去联系了 经过侦察员再三的追问 杨某呢 还说出了一个事 说王继孝在吴湖有一个情妇姓肖 并且说那天 他还收到了这个姓肖的女人 转发的王继孝发给他的那些打情骂俏的短信 这就赤裸裸的挑衅呢 小三跟原配去叫板去了 很快 侦察员在吴湖就找到了肖某 肖某交代 他和王继孝是2003年5月份认识的 一开始呢 就是简单的这种嫖娼的关系啊 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时间久了 俩人产生感情了 王继孝呢 就想让这个姓肖的女人呢 做他的情人 并且说了 以后啊 我娶你 后来王继孝的老婆杨某就知道这事了 找上门把这肖某就打了一顿 还经常打电话骂他 这肖某也想你不打我骂我吗 嘿 我也打电话气你 警方找到肖某之后啊就问他那条短信是怎么回事 肖某说了 10月16号之后每天都能收到王继孝发来的短信 内容呢 都是那些昏段子啊 提不上台面的 为了气他老婆 他就把这些短信的转发给他老婆 民警在询问之后 肖某说了 那几天呢 他也感觉奇怪 因为啊 只收着短信可每回给王继孝打电话 都是关机 打不着 专案组呢 这时候就分析 16号之后 王继孝显然已经死了 以他名义发的短信 很明显是凶手发的 目的是制造王继孝仍然活在人世间的假象 迷惑王继孝的家人 防止家人向公安机关报案 这个人不仅知道王继孝的隐私 知道他情妇的电话 还知道王继孝的老婆和情妇之间经常吵架的事 所以不用多说呀 凶手跟王继孝一定是老熟人呢 据此专案组认为 孙和平陈兆春不仅仅是王继孝失踪前所见的最后两个人 而且经过多人证实 他们和王继孝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 咱们再来说 另一个死者 朱玉珍 上期节目 咱们也提到了 通过调查 朱玉珍 发现朱玉珍呢 曾经啊 借过十万块钱的赌账给孙和平 因为孙和平 到了日子 也没还 朱玉珍通过中间人呢 就扣押了孙和平一辆奇瑞轿车 孙和平这心里这个气呀 而在此之前的2004年4月份 当图现的另一个赌徒曾经是孙和平小弟的倪昌华 神秘失踪了 最后一个和倪昌华见面的和第一个到公安局报案的也是孙和平 事已至此 几个被害人所有的线索都集中到了孙和平一个人身上 10月29号 安徽省公安厅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署该案的侦查工作 会上呢 确定南陵刘敏失踪案 潮湖周济三失踪案 当图倪昌华失踪案 和王继孝朱玉珍被杀案等5起案件并案侦查 并且初步认定是当图现以孙和平为首的犯罪团伙所为 时任公安厅副厅长陈小平担任此案总指挥 时任刑警总队总队长于震恩任副总指挥 省公安厅将此案确立为2004年1号专案进行挂牌独败 可就在警方进一步侦破的时候 孙和平这些人呢 嘿 人间蒸发 找不着了 不知道去哪了 后来警方得知 学会周济三的赌术之后 孙和平呢又继续钻研啊把这个推牌酒中的偷换牌的技术 脸子是炉火纯青 一度在当图马鞍山乃至无狐的赌场上是威风八面啊 有点当年周润发赌神那意思 最高峰的时候赢下过200多万 他那出手很大方 所以一些两劳释放人员 渐渐的就聚集到他周围了 不过好景不长 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啊 赌球赌的特别狠 在赌桌上无往不利的孙和平一看 哟 这好玩没玩过啊 我也赌吧 可这玩意儿用不着你换牌这门技术啊 你是得看人内球踢的怎么样 那一年的冷门还特别多 大伙应该都有印象啊 因为那年世界杯 咱中国唯一的一回是吧 进了世界杯了啊 这孙和平啊 输的是血本无归 在这输了钱 我得在赌场上才赚回来呀 他回到赌场准备东山再起的时候 出老千的事儿 让人揭发了 得罪了当地一个很有势力的大哥 于是孙和平会出老千的这消息 传遍当地的这个各大赌场啊 所有赌场对他进而远之一看 哟孙和平来了 别不让你玩啊 不跟你玩玩不起 不能靠赌博挣钱了 孙和平也就弱迫起来了 2004年1月 原先的跟在孙和平后边赌博混世的赌徒 尼昌华因为带人在乌湖大桥抢了一个赌场名声大噪 领着几个人的自立门户了 有时候还这个挺狂的啊 说一些大话呢 不把孙和平他们的放在眼里啊 看不上孙和平了 孙和平这个气呀 小子 你当年就哥的一小弟弟啊 现在这冲什么大哥 冲什么大尾巴狼啊 三月的一天 孙和平和王继孝说 李昌华这小子呀 太不像话了 把他搞掉算了 后来孙和平和王继孝 杨百岁等人多次密谋 并且租了杀人的门面房 购买了作案工具和用于在长江抛尸的船 四月二十九号晚上 孙和平呢 请李昌华等人吃饭 饭后啊 把其他人就支走了 兄弟 咱们玩会儿啊 研究研究排技啊 互相交流交流 李昌华呢 毫无警觉 孙和平呢 就把李昌华一个人带到了新桥租界的 门面房里 加上这王继孝啊 杨百岁 仨人一块就把倪昌华给杀了 又分尸又抛尸 杀掉之后 孙和平一琢磨 嗨 杀一个是杀 杀俩也是杀 一不做二不休 先靠抢劫杀人挣钱吧 有了钱之后再说吧 潮湖警方呢 一直也没放松 对周济三失踪一案的侦查 他们后来查到魏仁海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于是呢 对魏仁海展开追捕 潮湖警方的追捕组北上内蒙古新疆南下当图住点一个多月 孙和平王继效吓得都不行了都 为了保全自己 孙和平呢 紧急的把已经逃到天津的魏仁海叫回来了 买了一条船让他藏在这 可是孙和平后来呀就感觉魏仁海胆子小容易出事 一旦公安机关把他抓着他是非把我们供出来呀 得了吧 杀了他吧 他们就跟魏仁海说了 海子 这么着 我们呢 送你到外地夺夺去啊 你啊 写一封信 信上你就这么写 说在外打工的时候遇到一个贵州姑娘 现在跟他去贵州发展 你把这信呢 给我们 我们呢 给你寄到你们家啊 这样家里人也不担心 你那些他的实施在外边躲着 这魏仁海也没怀疑 让写就写吧 这么着 在九月份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他们在小船上 就把魏仁海勒死了 抛尸长江 可魏家人呢 看见魏仁海这信了 哦 行啊 这家伙啊 有对象了 跟着人去贵州了 挺好 也许是忙活呢吧 唉 联系少就联系少吧 过得好就得了呗 也没起疑心 当年九月份 孙和平和陈兆春 王继孝等人 密谋抢劫了一辆出租 出车勇于作案 为了拖延公安机关的破案时间 孙和平呢 指使陈兆春去比较熟悉的南陵县物质对象 咱之前不说了吗 九月二十七号 那南青年要打刘敏的车啊 要这个呃去要债去 可是到了之后又说不要了 那人就是陈兆春 这回失败之后 陈兆春十月四号啊 又给刘敏打电话 说刘师傅啊 我还得到外地要债去 你再带我一趟吧 刘敏一琢磨上回挣钱挣的也不少 跑一趟就跑一趟吧 就把刘敏呢 骗到了当途一处江边呢 之前的孙和平他们已经埋伏在这儿了 三下五出二把刘敏就杀害了 之后把这出租车从红色改成了黑色 就红桑塔纳变成了黑桑塔纳 之前呢 还偷来了一副江苏牌照 把之前的车牌就换下来了 所以说这车呀 你就放到刘敏他媳妇眼门前 他也认不出来这是自己家的车 王继孝作为孙和平杀人团伙的骨干成员 多次参与犯罪 后来他也感觉孙和平啊心狠手辣 给自个干活的兄弟一个一个都除掉了 我便哪天也死他手里吧 就在他想摆脱孙和平的时候 却被孙和平发现他想法了 于是呢 孙和平又多次秘密的叫过来 陈兆春的杨百岁啊 他们兄弟们 这绩效啊 是想着背叛咱们 他一背叛咱们这得出大事 谁也活不了 把他做了 10月15号晚上11点左右 孙和平陈兆春杨百岁 把王继孝就骗到了当图县 关马一个偏僻的窑场 先是把他打伤控制住 后来呢 带到事先租好的一个出租屋里 把他杀了 分尸装袋埋在了附近的山梗旁边 埋他的这地方啊 土特别硬 挖坑呢 又费力气 挖到后来 实在是没劲了 所以啊 就把装有王继孝两只胳膊一条大腿的带子 随手就扔在山河里了 除掉了王继孝 孙和平呢 也加快了犯罪的步伐 准备最后干掉几个有钱的远走高飞 10月21号 经社会上小伙伙介绍 又重新物色了两名刑满释放人员 叫王帅和熊焕星 这当做他的帮凶 密谋新的罪恶 目标呢 就是矿业公司经理楚宇真 当年五月份不是为借钱的事 发生过摩擦吗 同时呢 他也知道朱玉珍呢 肯定是有钱 平时开着奥迪车 零几年开奥迪 这了的吗 10月22号晚上 他们几个人就埋伏在朱玉珍家楼下 朱玉珍呢 从马鞍山呢 刚吃完饭回来 刚一开进车库 孙和平他们一拥而上 把他呢 就塞进了抢劫来的出租车上 就带到了护河镇万山 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 让他交二十万 朱玉珍也说 我没这么多钱拿不出来 孙和平一看 勒索不成了 他也知道我是谁 得了 杀一个是杀 杀俩也是杀 更何况我杀这么多了 宰了吧 残忍的 把朱玉珍就杀害了 抢走了身上和皮包中所携带的现金 一万三千块钱 当天晚上四个人开车 逃窜到了宣城 后来因为车坏了 把车呢 就扔在了宣城市养贤乡境内 孙和平团伙 虽然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可如果没有直接证据 你即使把他抓着 你也很难突破呀 所以专案指挥部呢 一开始就把获取证据 作为侦查工作的重冲之重 10月27号 专案组在宣城一个偏僻山坡上 发现了刘敏那辆被劫走的出租车 车里车外都被犯罪嫌疑人全部擦抹清洗过 但经过反复细致的勘验 仍然发现了犯罪分子遗留下的大量的痕迹物证 这就为认定孙和平实施犯罪 提供了强有力的直接证据 有了证据 那就可以抓他了 11月6号下午 专案组呢 得到消息 说孙和平等人携带枪支弹药 藏在宣城 专案组20多名民警 连夜就赶到那 并且呢会同宣城市公安局一起行动 同时呢 还请求南京市公安局给予支持 一张无形的大网 在马鞍山宣城吴湖 以及南京迅速张开了 11月6号晚上 指挥部经过大量的秘密排查 把目标锁定在宣城市温州商场里 温州商场呢 占地面积大 进出口多 一部分是集贸市场 一部分的是城牌的门面商住房 跟现在 呃 绝大部分地方的这个 大的批发市场啊 都是一样的这种形质 情况复杂 那你就不知道孙和平 你会藏在哪间房子里啊 不适合晚上抓捕 你一旦抓不着还打草惊蛇 这么着 白天吧 在白天呢 更利于警力的隐蔽 并且呢 这个孙和平啊 也会放松警惕 这一晚上 指挥部所有的民警 谁都没睡 转过天来 11月7号是星期天呢 温州商场是格外的热闹啊 专案组把人员进行了分组 把住了各个主要出口 就打算 一旦孙和平从这外出 把他就摁那 在商场里边呢 民警们每四个人一组 分成六个组 一个组里边配一个认识孙和平 陈兆春的民警 所有参战民警 人手一张嫌疑人照片 也没穿警服啊 穿着便衣 装扮成顾客 悄悄的对门面房依次进行秘密的排查 可是找来找去 还是没发现孙和平的 他们会去哪呢 下午一点左右 一组民警啊 刚从一排门面房前边走过 身后一道卷闸门 突然就开了 一个三十多岁 皮肤有黑的男的 从里边走了出来 跟民警呢 对视了一眼之后 转身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这时候 宣州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崔洪斌 就问林厂指挥员 马鞍山市刑警支队长王俊 你看他像不像黑皮啊 王俊一看 黑就是他 决定果断抓人 埋伏在温州商场大门口的警员呢 立刻把这个青年男子就拿下了 随后 门口守候的民警呢 传过来振奋人心的消息 说就是黑皮 黑皮陈兆春走出的两层门面房 那必然就是孙和平等人的藏身之地 那还等什么呀 行动吧 参战民警 按照战前部署迅速的向这靠拢 就近的一组民警也来不及等后续队伍了 第一时间就冲了过去 在一楼呢 遇到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 眼疾手快 先把他嘴堵上了 别让他喊叫啊 稍微出点声就麻烦了 就把这小伙子拿下 这是犯罪嫌疑人王帅 然后呢 其他民警迅速冲到楼上 这时候啊 孙和平雄幻星俩人还倒腾闹钟和火药呢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被摁住了 一掀开床上枕头 一把擦得正亮的大砍刀放在下边 一把自制的左轮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孙和平被抓住之后还在喊呢 只要再给我一分钟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听你这废话 随后民警又在他的房间里搜缴出一支小口径步枪 一百多发子弹 一个自制的定时炸弹和三把管制刀具 参与此案的警官呢 后来还说 他们在孙和平身上搜到一本日记本 上面写着一连串名字 孙和平也说了 自己呢 准备在宣城策划极其大案 先接一辆出租车 连出租车司机的坑都挖好了 再抢一个小镇上的手机垫 这个手机垫已经多次踩点了 然后再回到当土马鞍山 杀死与自己有过节的方某和陶某等人 由于公安机关抢先了一步 涉及到的这将近十条人命 这才得以保全下来 最终马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审理此案 判处孙和平等人死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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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